把鸡蛋倒入开水中 瞬间变成一道快要试传的经典名菜 好看又好吃 真的太下饭了 下面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准备五个鸡蛋放入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鸡蛋给它清洗干净 鸡蛋表面有大量的细菌和大肠干菌 所以打之前我们要把鸡蛋清洗干净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鸡蛋打入碗中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再加入一勺白醋 让鸡蛋更嫩 然后把鸡蛋搅散 再准备和鸡蛋一样断的清水 我老婆饿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面条煮熟之后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样给它拌一拌 充分的拌均匀 撒上一点白芝麻和葱花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 把清水倒入锅中 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 然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 倒的时候不要太快要慢慢的倒 让鸡蛋液稍微凝固一下 然后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注意推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炒的时候不要急 用小火慢慢炒 让鸡蛋慢慢凝固 把鸡蛋炒至完全凝固 用铲子分成小块 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装入盘中 淋入一勺生抽 再淋入半勺的小磨香油 再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即成 一盘非常美味的水炒蛋就做好了 这道菜有个特点 就是看着好像很普通 但吃起来却非常的好吃 所以吃了几十年 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吃起来真的太解馋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 有点麻烦